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第18期关注武汉的肺炎了 在海外的非机构媒体中 我是比较早的比较持续的 比较密集的来关注武汉肺炎的油管上的一个媒体的 那么从2019年的12月31日 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第一次通报 那一天我就做了第一期 现在您看的是18期 那么如果您感兴趣 也欢迎到我的频道大洋新闻 来看看过往的报道 那么我的报道的方式主要是媒体的综述 我对官方的采访 以及我对相关疫区的人的一些采访 那么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澳大利亚的疫情 武汉的肺炎已经传染到了 已经到达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就决定撤侨 当然目前具体的措施还在研讨之中 我采访了澳大利亚 旅居澳大利亚的一位台湾人 请他来介绍相关的疫情 那么他也谈了他对中国大陆方面 防控疫情相关处置措施的看法 在这次访谈的最后 他也特别提到了他对武汉人的祝福 以下就是相关访谈的具体的内容 澳大利亚 大概是发现了有四起感染的 是确诊的病例 有一例是在梅尔本 墨尔本 有三例是在悉尼 在悉尼可以说是来得相当突然 突然之间昨天就说有三例感染 当然都是从武汉这个地方过来的 可能是回中国去过年什么的 就回来了之后被感染到 但是他的讯息是有一些 并没有那么公开 全部他的到过哪里地方 是什么什么 有一些是比较谣传性的 很多人大家就在讲 是从Bowwood Eastwood 还有World 这几个华人很多的地方来的 所以造成今天 听说这几个地方 本来是过年 人应该是非常多的 今天又是澳洲的国庆日 应该人很多 没想到这个门可罗雀 人非常的少 有些朋友还把这个当地的那个 泡到网上来 可见大家都很心里都会担心这个事情 能够不到这个公共场所就尽量避免 今天就注意到呢 澳大利亚的媒体就报道了 澳大利亚的官方正在试图启动一个方案 那就是撤侨 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撤侨措施 您觉得它有没有必要 或者说它这个在操作性上 您觉得难度大不大呢 我觉得是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那个只要是 它因为它很早就这个武汉 它就封城了 它武汉封城了以后 很多资讯 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网路上看到有人要进去采访 那那个也被挡出来了 那然后有里面传出来的一些消息是翻墙的 然后自己上到这个网路上 那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啊 那我们在看呢 只要是能够逃出来的 没有在里面逃出来 你比如说就拿到这个澳大利亚 到西里的好了 只要是不在中国境内 几乎染病的没有死亡的病例 所有的死亡都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可见中国大陆它封锁消息造成感染非常严重 然后资讯不足 你救援就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宁可赶快把 就是说能够撤侨就撤吧 你撤回来的话 在这里你还有的医 你有办法去医它的 不是没有办法医的 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病毒的致命性 没有像这个SARS那么严重 但是它感染的速度比SARS要快 所以在这里你说 呃呃呆在这个武汉那个地方 或者是呆在湖北 我觉得整个是 因为它现在目前传出来 我们就发现医疗非常的缺乏 资源很少能够出来的人 我们就发现你出来的病人 你好好自己好好戴口罩隔离 甚至被照顾 不会死的 对 它这样的 因为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呢 说呃 当然具体的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 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有一百名孩子啊 就是各种年龄段的孩子在那里 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这个所谓的撤侨 撤走的主要还是华人 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入籍澳大利亚 但其实呢都是阻击国 他原来的来源国都是中国 因为这个和法国和美国可能有一些不同 就是说法国的企业 比如说比较多的是在 呃武汉在湖北 有一些工厂和企业 对 所以呢 那这次澳大利亚的撤侨 主要撤出来的还是华人 能这样理解哦 嗯 所以既然在那个很多也是澳大利亚的华人 那他们回到自己的居住地 回到回到澳大利亚来 也是名字言顺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何况我觉得为他们来着想 只要防复呃做得好的话 那反而有救 你不是那么就做以代弊 不是等死吗 那您作为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人 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国大陆 当然主要是武汉和湖北的 疫情通报 以及在防控方面所做的一些举措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一次更加曝露了中国共产党啊 这种资讯封闭的可恶 非常的可恶 因为在之前其实是 早先有已经有八个案子啊 就是当他们传出来 就说一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病情 结果那八个人被拘捕 被拘捕 不让他们把正确的消息传出来 所以到后来甚至于到现在啊 很多武汉人也搞不清楚 有些人并不清楚 你说封城啊或是公交车啊 他并不了解那么详细的状况 就是因为你资讯不透明 那你之前封锁也就算了 然后你从封锁到这个封城 你把消息不透那个完全没有做宣导 我觉得非常的可恶 这个这个元凶根本就是政府的这个封锁消息 你若是一个资讯透明的社会 绝对不需要封城的 因为现在与我们在澳大利亚 我们接触到的这个中国来的这些 中国移民来讲 大家的程度已经老实说已经蛮高了 那彼此都会注意到了 你告诉他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自己要小心 你们随便移动 你不需要封城 你只要告诉他们说你随便移动 中国大陆不是拼命吹牛 说自己人脸辨识系统多厉害吗 那为什么不会用人脸辨识系统来追踪啊 所以你不要随便移动啊 你移动的地方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承报 那你然后追踪 那你避免感染嘛 那你这样子你 这个才有办法说 大家都小心的状况之下 你才可以避免传染 现在是资讯又不太充足 然后根本就是资源不够 那里面的医疗资源都不够 你全部封锁了 好了 你说医护人员要进去 已经很难了 那然后你在这个什么 补给线 要进去也很难了 好了 里面已经开始在哄台 这个食品啊 那个蔬果 这种蔬菜 这个都已经在涨价了 口罩也涨价了 那你这些东西 你这个交通整个封城了 你怎么送东西进去啊 你东西没有进去 你救援怎么进去 我都不懂 我说你这样仓处就封城 然后你之前呢 对 不过不好意思打断你 不好意思打断你 他这个封城的话呢 是指这个没有经过许可的 这个车辆是不允许来移动 但是呢 那官方的车辆还是能够来进行这个资源的传送的 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背景信息 就靠那么 通常来讲啊 你就说一个防疫这种来讲 那是应该是全民的 尤其你说 五百是一千一百万的大城 不是那个等于是那个台湾的一半了呀 那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人口或是什么 你有办法只靠单线来补给吗 根本不够啊 那你一般的那个资源 有的是家属 有的是亲戚 他当然关心自己的亲人 他要把他补给进去 那最重要是说 你要做好防护 那你有亲人有出了问题了 那你要怎么去照顾他 你这样才有办法 你所有的资源 哪有说你就靠少数的医疗人员 还是少数的政府官员 不够的 你一定要全民一起来防护才有办法的 那你自己人就关心自己人嘛 明白 私讯不透明的话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封锁消息就很糟糕 就是说他这个封城 您觉得首先把信息给封闭住了 同时呢 您也觉得这个民间的互助 或者说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的渠道 也被他斩断了 其实呢 这就给官方的一个援助 造成了更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明白 好的 那我可能要追问 追问一下 现在呢 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华人 其实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普遍都谈到了问责 我觉得不是哪一个个人 而是这整个制度 这个专制集权 而且消息封锁的这种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元凶 就是很糟糕 那然后什么事情 你这整个制度 变成你什么事情 都要等到这个习近平讲话了 那大家才开始动 他如果不讲话 大家好像就在观望 那你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讲错了 或是做错事 其实整个制度啊 造成这个 你没办法大家动起来 大家不敢动 你正确的事情 也不敢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专制集权体制 这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失败 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警醒 就只有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 你才有办法说大家动起来 你这样讲台湾 台湾今天有一个人 前两天有一个人从武汉回到台湾 他没有申报 就这样子 在啪啪走 那结果传染了好几个人 他全部的舆论把他骂死了 而且政府马上开罚 罚30万台币 就这样子啊 因为你要全民一起来动 你才有办法 你少数几个人 你抓不胜抓的 你如果他资讯不透明的话 他也不会觉得惭愧的 他现在他知道 他知道他这样不对了 就老老实实的就讲说 他去过哪里 他去过哪里 或是什么 交代出来 大家就防嘛 对不对 你如果不交代 你如果大家都怕事 那资讯不充足 这个制度 不充足 不民主 不那个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样 互相隐瞒嘛 他不敢讲 好 对 那我明白 我觉得这个制度本身 好的 我可能要补充在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提到 在澳大利亚的 今天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是吗 是 国庆日 那国庆日 那我先想问一下 当地的西人 包括您提到墨尔本 西尼的西人 就是本地的洋人了 以及这个本地的英文媒体 他们对如今这种输入型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一个情绪呢 我觉得因为也经过SARS的那个SARS的时候呢 我自己那时候已经在澳大利亚了 那澳大利亚受到的第一感染的那种程度不强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种病毒呢 在这个不管是SARS还是这个什么 它是在冬天比较冷的天气 你天气热的时候呢 比较不容易传染 所以在这里几乎传染不起来 也没有什么死亡的这种传染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 那也不至于造成什么口罩抢购什么一空啊 或者什么 主要影响还是在华人的社区 还有华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 大家比较会那个 那一般的洋人你看 那以国庆日来讲吧 那因为夏天嘛 大部分的他们关注还是在山火 push fire 那个山火很厉害 要不然的话大概国庆日中 大家全部跑海滩去玩了 去那城里头也不见得很多人或是怎么样 澳洲人当然媒体会继续关注这个 这件事情会继续报道 那当然是会有啦 但是不会有像东方一样 那么惶恐啊 或是这个担心啊 倒是不会 因为这边基本上这里天气热 今天还好啊 前两天有到什么四十几度的 那这种病毒基本上说在50度还是60度以下 他就会自动死亡 他不想存留的 明白 好的 那么您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那么最后呢 您作为旅居澳洲的台湾人 那能不能对疫区的武汉人 湖北人以及一些中国的人 来说一句什么话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同情这个武汉的 这些民众啊 那这些人民 那这些人民 当然是给予最深的祝福 也希望说大家这个不要气馁 自己多把这个 不要光听 不要光听官方的一些说法 多能够上网翻墙或是 但是资讯越多 越能够就是 越能够保护自己 也越能够存活 即使是染病了啊 如果你在资讯很充足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知识够的时候 你也有办法自己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呢 能够保护好自己 所以加油 加油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是大洋新闻 频道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这一期已经是我对武汉肺炎 以及全国延展全世界延展开来的 相关信息的专题报道的第18期了 如果您感兴趣 也欢迎一部我的频道 收看过往的相关的专题 再一次感谢您 祝您春节快乐 同时也希望您保护好身体 也为武汉人祈福 为中国的疫区的人们祈福 谢谢朋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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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